记者王俊中台南报道,单情20多年的独臂妈小明百胎卖臭豆腐养老父母与孙子,因孙子躺在纸板睡觉照片与网路流传,阿妈臭豆腐去年一度声名大噪,但阿妈今年初生病开刀,休息半年8月起才转到冬区赴农节一顿重体炉灶,但生意一直没起色,一天最少毫无进账,最多几百元。 她无奈地说,日子难挨,都快活不下去了,希望透过本报找回一些老顾客。 小明阿妈说,20多年前,丈夫把第四个女儿卖掉还债后,就与丈夫离婚,她单亲独立抚养三位女儿,三位女儿长大,家人各有家庭照顾压力,男友余力照顾他们,如今她带着两名年鱼八旬的老父,老母与一位换气喘的孙子生活, 受限于法令规定,她低收入资格在二、三年前被取消,只剩四千元三津贴,与女儿们提供的微薄奉样津贴补生活。 阿妈直说,臭豆腐,她从永康搬到成租的东区赴农节一段115号住宅,月租近2万元。 8月起开始做生意,但生意一直没起色,卖臭豆腐收入连红津贴付房租都不够,她想外出工作,却因作首断掌,几个月来一直遭到排挤,由于臭豆腐生意不好,家绩困难。 82岁老父被破坏出大零工,她很难过的说是我要奉样父母才对,如今竟变成父母来照顾我,有时心灰意冷到都想一丝败了。 虽然,生意不理想,阿妈仍接受有人建言,努力创新制作独特的百香果泡菜作为臭豆腐,配菜及汉堡臭豆腐,都是市面臭豆腐看不曾见过的。 盼这些努力能被看见,得到消费者青睐,寻购专线062685368或0906255689,也可上网查询脸书小敏臭豆腐。